你说你说今天再次把我这个房子这样子一处处理掉的话 我安身之地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很苦衷了苦衷了几十四十几年这个房子 他把土地本来是讲好要土地要过给我们的房子完工 结果他并没有运行 没有给我们土地 而且后来还称赞我 告诉我是称赞他的土地 可是我们不算是称赞土地 法院今天都判断我们是有权利的 他为什么说我们是称赞的 现在罚给我的那个税件也是侵占土地的付的税金 所以我想我这一方面 我今天为什么反对要改建 就是说我没有拿到我合法的合理合情的权利 我今天付出其的权利 我今天也应该有拿回来的权利 所以我今天就反对这个事情 假如说能合理合情的 给我一个合理的情的话 假如说我才可以答应 你政府今天不能够我们安排的很合理的 我今天不能答应 大家今天大家我们都是一批弱实的 我今天希望你们能够一天能帮助我们去弱实的 主持公道 公平能够我们来处理 谢谢 好谢谢那个女士 下一位 接续一样是主要计划总理表第三号的 谢阳昭阳在不在 谢阳昭阳女士 现在不在位置 那再来是那个陈林菊 各位市府捷运的各位主管 女士先生大家好 我是坐落在松台公寓 就是零四北侧的 那我们是我们拥有的这个建筑呢 并不是豪宅 我们口袋并不是很深 我们世界也都有限 所以我们才拥有这个建筑物 那经过我们的努力呢 我们占了钱 然后去买了这个合法 透过合法的程序 去取得这个建筑物 但是目前我们没有任何的保证 那目前呢 捷运呢 要在我们这边做一个开发呢 我们希望呢 在得到最合理 合法 而且拥有 永远和法律的保证之下 我们才能够同意来开发这块土地 好不好呢 我们的经过这么多年努力的 所获得的一点点的东西呢 万一我们的建筑物被受损害以后 我们的所有资产就是没有了 我想各位 希望各位呢 能以这个立场来帮我们做考量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下一位 接续是严庄元先生 那他 因为他还有另外两位登记 要请他一并带领 所以他等于是 就是有三个人的时间 主席 各位官员 地主们 屋主们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主席我们是第一次碰面 那整个的严格起源 我相信刚刚黄仙他有检疫的跟你说明过了 那 这个案子其实很复杂 我们这个R04北测的这一块用地 那这个产权 产权有检疫性 那刚会单位也是直接尽量的去屏除掉这样子处理 我是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合适的啦 我觉得非常合适啦 因为 地主也不要生气 我是认为这样 因为我的地主的税金也是我自己在缴 因为我们在买卖的这个过程的合约 其实我们在上一场来这边做说明的时候 讲得非常清楚吧 当时候的买卖合约 我们负责嫁金 每一期的工程款 大家都是干干净净的 直到后来建商倒闭我们 并没办法合法取得我们的土地 那错不在我们 是当时我们有信托嘛 那不能怪我们这些居民 而且 我只是第二代 我父亲民国四九年 只要来这边一听一定会昏倒 不可能听得下去嘛 所以他 我就教他 他现在人在三种 还不可能过来 那 我每次来都有很多的伯伯 有很多很激情的一些想法 那我也不知道 如何能够把它转换成文字 跟各位报告 那 我们不是弱势 各位邻居 我们不是弱势 我们只是用联开法的角度来看 永远都是地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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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呢 我脚的地下座是脚给谁 我也不知道 怎么可以这样看待我们 我们不是赤等公民啊 我们不是天龙国里面的贫民窟 不是嘛 那今天能够 有这样子的机会 当然我们会希望能够参与到 这样子的一个开发 一个所谓的联合开发案 我们也希望能够都市更新 能够整个市场整 整建起来 对大家都有利啊 可是 因为你们捷律局进来搞之后 搞的地主分配的也不够 我们原本上市东西就更多 那当然要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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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